周一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宣布 获得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推文说 这项认证证实了我们所做的努力 制止从未经许可的活摘器官 鼓励我们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医学伦理的实践 提名人、英国议员、前英国卫生部长亨特勋爵肯定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表示活摘器官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犯罪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 17年来 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认识 研究证据显示 由中共当局支持的活摘器官罪行 使大量中国人口处于危险中 法轮功学员、藏族人和家庭教会基督徒 都可能死于活摘器官 今年1月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 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设立国际刑事法庭 获得100多名国会议员、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 去年3月 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、2票反对通过法案 将活摘器官定为犯罪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、宇薇综合报导 算议院以535票赞成、3、4、5、3、4、3、6、6、3、2、成分 相互通过未有用 nam的数量